我今天本想查一下高考成绩 不料点开网页后竟跳转到了暗网 还不等我退出又被强行接受了一个暗杀任务 如果规定时间内完不成的话 那我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此刻的我彻底猛圈了 我一个高三学生怎么去暗杀别人啊 就在这时我耳边又传来系统音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万物净化系统 现在可以绑定任意生灵为您服务 警戒我疑惑地挠了挠头 前脚刚被强制接受暗杀任务 现在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绑定系统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于是我赶紧从桌子下抓了一只螳螂 随后系统继续提醒 成功绑定螳螂一号 如需升级进化 就要付同等费用 由于我现在身上并没有钱 所以我又看向了刚才在暗网上 强行接的任务信息 艺人悬赏令 今晚在圣罗兰会所 刺杀一位名叫张志华的艺人 这人经常贩卖一些不法药物 而且还残杀过很多花季少女 本次任务筹进为30万 虽然这次的目标很是凶残 但我还是背着30万所吸引 主要自己的生活费也花得差不多了 看来这一切也都是天意 于是我晚上带着螳螂一号 就直奔圣罗兰会所 进门后我就找了个散台坐下 这个位置并不是随便调的 因为我背后正是这次的任务目标 此时张志华与妹子们花天酒地 在他们的下流话题中 我竟得知了一个信息 原来他们经常通过 下要来迷晕这里的妹子带走 看来这些人确实该杀 随后张志华起身准备上厕所 警戒我也察觉到了 这是个绝佳的刺杀机会 于是我也起身跟在了他的身后 可当我出了门口后 发现人不见了 此刻他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小子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这时的我有点震惊 真没想到他反侦查的意识还挺强 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于是我直接命令螳螂一号杀掉他 紧接螳螂一记手刀 就将他的小腿砍伤 此刻张志华瞬间慌了神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只螳螂竟是我的同伙 随后张志华拖着残伤的腿开始逃跑 可他仅剩一条好腿 终究跑不过我了 张志华眼看自己已经跑不掉 于是当场就跪在了地上 别杀我 我有很多的钱 只要你留下我的命 我全部的钱都可以给你 紧接他就把手机递了过来 并说着支付密码 随后我接过手机开始操作 我将他卡上的一百多万 全部转到我的卡里 然后我表示 这都是一些不义之财 紧接我命令螳螂把他杀掉 随着螳螂默然地落下连侧 剩下的就只有张志华的痛苦嘶吼 完事后我就收起螳螂一号回了家 随后又在暗网上提交了任务 与此同时当地媒体疯狂报道 就在刚刚 圣罗兰会所出现命案 随着新闻的出现 一笔30万的酬金也打到了我的卡上 这玩意来钱真快啊 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接下次任务 就在这时系统开始提示 宿主可以通过金钱来净化生灵 净化金额分别是5万 50万 500万 当即我便点击了5万的选择 随后螳螂一号的手臂出现了一丝变化 于是我又出门前往了一家宠物店 进门后就传来了一阵阵狗叫 而隔壁的猫区的小猫倒是很乖巧 紧接店主走上前来开始介绍 这只奶牛猫特别黏人 小小一只还非常的可爱 你要不喜欢也可以看看这边的狗 这只法作犬用来看家护院最合适不过的 听完店主的介绍 当即我就付款购买了这一猫一狗 可到家后我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首先这只猫高冷得很 它一点也不黏人 还有这只狗呆兮兮的往内一走 跟个傻子似的盯着这袋狗粮 这不纯纯两个奇葩吗 虽然很无奈 但我还是让系统给我绑定它俩 随后系统出现提示音 宿主成功绑定懒猫一号和憨狗一号 此刻我不禁感叹着名字 真符合它们的形象 随后我有用钱把它俩进化 憨狗一号进化成功 本次进化成果为卖萌属性加成 这下我彻底无语了 这条狗本来就是个憨货 你还让它进化卖萌属性 唐狼一号负责击杀 懒猫一号就负责观察 不料这时系统开始补充信息 懒猫一号可以与宿主共享世界 并且还可以拍照记录 闻此我立马命令懒猫发动鹰视 警戒我的眼前变成了猫的视角 再加上鹰损的超强视力 我都可以从猫的视角里看清楚自己的毛发 此刻的我笑出了声 于是我迫不及待的又打开了暗 随后我点开了其中一个任务详情 药王集团曾经研发过冰人弹 这种弹药在服用后 可以让人在短时间里提高力量与速度 同时这些人会失去痛绝试杀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都会沦为杀戮兵器 不过很快集团就停止了此项目的研发 可要王集团的公子哥杨布韦 最近一次偷偷使用兵人单去杀人 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跟踪杨布韦 并且找到他的杀人证据 本次任务酬金是500万 此刻我人都差点窒息 只是一个调查任务就500万 当即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在网上简单查了一下资料后得知 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离富城大学很近 于是我打算先去富城大学附近调查 随后我便牵着憨哥 背着懒猫 兜里揣着螳螂出了门 果然狗才是伪装的奇才 富城大学附近有个大花园广场 这里就有不少人在遛狗 而我也很轻松地融入了遛狗人群 趁着别人不注意 我悄悄把懒猫一号放了出来 我让他找个高点的建筑物开启英式 并且要把世界共享给我 这样做我就能一边遛狗一边调查线索 就在这时一个女生突然和我打招呼 你怎么在这里 此刻我也感觉很意外 是啊 真没想到在这能碰到 眼前这人咒我房东的女儿黄威 而她就是在富城大学里读书 随后她压低声音嘱咐 最近你还是别来这附近了 听说这里很不安全 我们有个摄友已经失踪几天了 警方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此刻我明白这件事和我的任务也有关 于是我便顺着套话 真的假的呀 难道没有嫌疑人吗 黄威环顾了一下四周说道 好像是我们班里的一个男生 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 警方拿他也没办法 此刻我也初步判断出来了 这人应该就是我要调查的目标杨布韦 随后我向黄威要了他的课程表 并给他解释道 我这不刚高中毕业吗 现在想提前了解一下大学的课程 黄威则信以为真的给我发了课程表 警戒我便仔细地查看起来 今天下午杨布韦是没有课的 那就是说他现在有充分的行凶机会 按照出事的时间段来看 这两天他们大概率会活跃起来 随后我继续套话 那这个杨布韦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此刻黄威的摄友指着路对面 看见那个酒吧了吗 他平时就爱去那里扮猪吃老虎 没事天天就骗小姑娘 今天我还听见他打电话说老地方见 此刻我察觉到了这条线索很重要 于是我用有急事要半位借口 让他们几人帮忙照看一下憨狗 随后黄威等人也答应了下 因为这只憨狗太可爱 交代完一切后我便在附近开始绕圈 勘察完地形后我便潜入到了酒吧 进门后我很自然地融入了其中 因为我的穿搭打扮一看就是个穷学生 而我则一边跟着音乐舞动一边观察着周围 此时两个肌肉猛男在酒吧角落开始交谈 一会咱俩假装走破包厢 来个房间去查杨布韦的踪迹 而这几人也是同样接收到暗网的任务 并且他们还是暗网上著名的行刺组织八门 此次前来也是专门调查杨布韦一案 因为这次的酬金是谁先拿到线索谁获得 可我并不知道他俩是我的同行 这时我把目光移到了一个两米高的大块头身上 按理说常年健身的人脖子上都会长肌肉 可这个人完全肌肉线条不合理 看来他跟这次的冰人单有关系 不久后大块头就坐电梯上了四楼 警戒我立刻调前懒猫一号去跟踪他 于是懒猫一号从楼顶直接跳到了四楼窗户处 他眼看大块头走进了一个包厢 随后懒猫一号透过包厢的玻璃观察着里面的一切 只见大块头对一个年轻人说道 杨少 听说有人在暗网对你悬赏 而年轻人则显得很沉稳 我会在他们找到我之前完成进化 只要再吸干几个少女的鲜血 再搭配上我的冰人单 我相信很快我就能突破凡人之身 说完杨不韦就看向了旁边昏迷的女子 当即他一口就咬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很快一个饱满的女子就被吸得干干巴巴 此刻大块头也有所行动 只见他张开大嘴开始吞咬女子的肉 而这一切我也通过猫的视角全部看了 外部的警察一直找不到线索 原来这俩人可以通过吸血和吃肉 让一个普通人彻底消失 随后我将猫眼记录下来的视频导入手机 然后又拿这个视频提交了任务 这次的任务只用负责调查 所以还是很轻松的 很快我就收到了人物方的反馈 请问您是否能够立刻击杀死 如果击杀成功酬金翻倍 紧接我脑海里开始算计着这一切 这两人一看就很强大 并且四楼的楼梯口还有几个保镖 虽然堂王一号的战斗力也很强 但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不料就在这时 先前那两个鸡肉男直奔四楼而去 楼梯口的保镖更是一拳一隔 侦查任务竟然被别人抢先了 惊得老子就要拿着两个一人祭天 懒猫眼看情况不对 于是赶快静悄悄地躲在了角落 并且同时把四楼的视角共享给我 只见两个鸡肉男很快就冲向了包厢 这时大块头刚想反抗 不料就被鸡肉男一拳便干倒在地 这时杨不韦准备跳楼逃跑 见此鸡肉男掏出手枪一枪便把他击毙 眼看事情被他们处理完 警戒我立马吩咐懒猫离开此处 就当我出了酒吧后手机就传来提示音 五百万现金一道账 见此我笑了笑 这回可是赚大发了 随后我便赶往了公园 此刻黄威等人也正在等我回来 见我已经来了黄威又把狗还给了我 警戒我与他们告别后便回了家 此刻暗网上也炸了锅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任务 这次提供线索的好像跟上次酒吧杀人的是同一个 这小子胆子竟然这么大 还敢在暗网跟八门去抢任务 上一个跟八门抢任务的人坟头草都五丈高了 此刻众人都在研究着我到底是谁 而我则在家中开始给宠物们升级 现在只有螳螂一号有战斗力 如果再遇到今天这种对方打受很多的情况 仅凭螳螂一号是完全不够的 于是这次我先用一百万提升了懒猫的战斗力 此刻系统传来提示音 懒猫一号进化成功 本次懒猫一号获得了猎风掌和前影 为了测试一下它的技能 此刻我立马就让它使用前影 仅见懒猫一号进凭空消失了 直到我让懒猫主动现身 这时它才在我身后的影子中出现 原来前影并不是隐身 而是用超快的速度躲在别人视野帮去 随后我又让它施展了猎风掌 只见懒猫一号此刻凭空抓了几下 可我并没看到有什么奇特的东西 直到我看向旁边的墙壁才反应过来 只见我家墙壁竟出现了三道大链 完了 这要让房东看见了不得把我赶出去 随后我又开始给憨狗进化战斗属性 警戒系统开始提示 憨狗一号进化成功 本次憨狗一号获得了咬合力和体魄变大 还不等我开口下令 这时憨狗就开始逐渐体型变大 此刻它从可爱模样变成了凶残 当即它一口就咬碎了我的电脑桌 我服了 这可是老子新买的电脑桌 除了体型变大了 它的脑子依旧没有变 不疑会它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模样 看来这个形态不能维持太长时间 一切完事之后我又打开了暗幕 还不等我找这次的任务 此时上一个任务方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暗查药王集团 随后我点开了任务详情 药王集团在两年前推出了冰人丹 持续服用本丹药便可进化为半叶 可最后这些人都逐渐性情大变 甚至试杀成性并且无法自身控制 这一度提高了城市的犯罪率 后来药王集团在舆论的压力下 终止了冰人丹的研发 可由于这次杨布韦的事件来看 药王集团可能还在进行冰人丹的研发 所以这次需要猎人们去调查 他们是否终止了研发 本次酬金为200万 警戒我便接下了这次的任务 随后我整理完装备 便前往荒无人烟的郊区 网传就是这里有药王集团的秘密工厂 到地方后我先把螳螂放进了草丛中 此刻懒猫也很聪明 它自己就主动爬到了树上洞察周围一切 而憨狗则被我牵着绳子当狗溜 毕竟一会遇到危险时 它还能体型电大来保护我 还不等我靠近就看到一股白烟 从药厂的烟囱中冒出 随后我便牵着狗慢慢向药厂靠近 警戒我又让懒猫开启英式共享给我 可刚看一眼变下的我冷汗直冒 因为药厂周围有着几十个保镖看守 只要我再往前走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 于是我赶紧带着憨狗撤了回来 随后我又查起来了附近的新闻 而这几天附近也正有怪事发生 最近的这几天晚上都会有一家的牛莫名失踪 每天都会丢病情还都是晚上 于是我先藏进了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等待夜幕降临 一直到了后半夜地面就传来一阵滑动声 可晚上的大雾也让我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让懒猫小心靠近有声音的地方 可刚到进前时懒猫瞬间炸起毛来 只见一条十几米长的巨蟒在地面移动 不料就在这时 巨蟒猛然抬起它的三脚脑袋 紧紧地盯着懒猫的方位 见此我立刻下令让懒猫快跑 它收到指令后直接朝后方狂奔 然后巨蟒并没有追 而是继续朝着村庄那边过去 此刻我也在思考 难道最近的畜生丢失就是那条巨蟒造成 随后我打算第二天一早再一探究竟 紧接第二天早晨我朝着村庄走去 而这里的村民们也在纷纷议论着 村口有条大蛇被分尸了 听说昨晚有一个人和那条巨蟒争斗起来 很快那条蛇就被这人砍成了几段 与此同时不远处正站着一位女子 身后还背着一把三尺青铜长剑 他则是为了这次的暗网任务而来 昨晚也正是此人将大蛇斩杀 他本想将巨蟒尸体作为证据 不料刚解决完战斗就出现了一个蒙面人 蒙面人一出手就将他击退数十米 随后蒙面人则把巨蟒尸体夺回了药厂 证据更是一点也没留下 这时的洛玉竹只好无奈地打了一通电话 师傅 我把事情搞砸了 对手实力很强 他们使用的招数也并不像一人 而电话那头的人则主护道 药王集团这次雇佣了一批高手 这次任务你多加小心 不要逞强 此刻的我也有所行动 这次我让体型最小的唐王一号 躲在药厂旁边的树上 直到深夜唐王一号才回到破庙 而他带回来的消息也让我顿打不妙 他说药厂的人确实在研发冰原蛋 那些条巨蟒就是他们研究的目标 同时里面还有西伯利亚狼和人头猪 并且他们打算生产完最后一批就收手 因为他们也知道药厂已经被盯上了 到了晚上地下室的传出动静 警戒一头西伯利亚寒狼从里面一跃而出 随后中年男人对他下令 今晚让他把村子里的人全部吃光 无论是人还是畜生都要吃 接到命令的西伯利亚寒狼直奔村庄跑去 这一时也让我犯了难 我是要先去村庄救那些村民们 还是先去药厂收集制造丹药的证据 可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懒猫传给我了共享事宜 只见月光下有一抹窈窕的歉意 他紧紧地跟在了寒狼和中年男人后方 难道是那个干掉巨蟒的高手 希望他在这次能救下村民们 事不宜迟 警戒我让憨狗体型变大 然后他拖着我和螳螂一号直奔要场 变大后的憨狗不止速度快了 而且弹跳力也提高了不少 随后憨狗一跃便跳过了四米高的围墙 警戒螳螂一号指着地上的一块钢板 那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关闭了 就在这时一个光头出现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此刻螳螂一号抄着镰刀率先出手 想活命就把暗门打开 此时光头已经被吓得尿了一哭 随后他颤颤巍巍的开启了暗门 紧接憨狗一尾巴就把光头给扫飞了出去 然后他寻着血腥味一路狂奔 这时懒猫也开启了英式 一边走一边视频记录着场里的一切 记录后我才看到了暗道的真面目 这是一个充满科技感超现代化的实验室 正前方还有三个特质的金属笼子 第一个里面有张蛇皮 看来这个应该是装那条巨蜜 第二个笼子里有一只小狼仔 这应该是那头西伯利亚寒狼的幼仔 而这第三个笼子竟是空空如影 可就在这时一道猪网从天而降 懒猫行动灵灵一跃便及时躲开 而我和憨狗则瞬间就被困在这猪网里 此时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他的身旁还有一只人头大的蜘蛛 我就知道你会潜入这里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的剑怎么没带来 而我则一脸憨笑地解释道 什么剑啊 我只是出来溜溜宠物 一不小心就走了进来 听完中年男人一脸严肃 你觉得我很傻 溜宠物会溜到这里 说完他立刻命令蜘蛛把我杀掉 此时我眼神微微露出寒意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隐藏了 紧接我连续下达好几个指令 嗷咬 连砍 不认 中年男人被这阵杖精的后退半步 可他又见我并没有任何动静 中年男人还以为我把他耍了 不料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只见人畜无害的憨狗 猛然间张开满是钢钉一般的大嘴 一口便撕碎了结实的猪网 紧接又扑向人头猪一口咬死 与此同时 螳螂一号一跃而出 他对中年男人使用了连砍 可中年男人反应也极快 此时他只是脸上被划破了点皮 就这样 速度也不行啊 而我则开始倒计时数着数 十 九 八 还不等我数到七 中年男人阴声倒地 只见他此时疯狂抽出口吐来我 虽然他只是被划破了点皮 但螳螂一号的镰刀可是有剧毒的 正脱开猪网的束缚后 我开始整理懒猫拍摄的照片 随后我将实验室的方位 以及未完成的冰人单 一起提交给了人物方 可唯独我没有发那只狼仔的照片 因为他我拿出去有大用 随后我便带着所有宠物离开了实验室 此时的村口处 洛玉竹也刚解决掉西伯利亚寒狼 紧接他又收到一通电话 接通后电话那头说道 悬赏任务已经有人完成了 你也赶紧回来吧 记得把寒狼尸体带回 此刻洛玉竹声音都大了几分呗 什么 是谁敢抢咱们剑宗的任务 到底是谁啊 而我看着道账的200万心里乐开了花 虽然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 只要钱赚到了笔杀就行 而在我回家的路上 此刻暗网中再次有了讨论声 他们都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神秘人无比好奇 到底是谁在复诚疯狂抢博呀 上次刚抢了八门的任务 这次又抢了骑山剑宗的任务 难道他是个超级高手在这装萌新呢 此时我已经回到家躺在了床上 这三次任务共计收入850万 现在光进化和买东西就用了大补 这时我看憨果有点奄奄一息 查看后才得知他咬人头猪的时候中毒了 于是我又给他进化了抗毒属性和自愈属性 我捎带手一起给懒猫和螳螂也都进化了 随后我又看向旁边的小狼仔 我现在仅有三个宠物还不够 当即我就准备把狼仔绑定在我的系统里 可这时我家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随后我先把绑定的事放在一边去开门 而门口正站着黄威和上次他的两个室友 此时短发萝莉率先开口 威威啊你怎么不早点说有这么好的地方 早知道我就不交今年的住宿费了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这三人就提着行李走了进门 这是一位长发欲姐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从今天开始姐姐就要好好照顾你了 此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后看向黄威 这是什么意思 此刻黄威面色有些刚大 他俩听说我家在学校附近有房屋出租 然后就非要吵着搬过来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他家其实很大 并且有好几个居室 而我只是在其中租了一间卧室 剩下的房间也足够三个女生搬进来住 此时我脸色怪异的挠了挠头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岂不是要和三个美女笑话一起同居了